高塔公主力情天强吻孟耿如惨遭你耳朵。下戏互相调侃,要吃大蒜熏死对方。 最后更对镜头甜蜜喊话,并欲吻上孟耿如的唯美画面。 但最后却被女神仪舞力捏耳朵搞笑逼腿,力情天笑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手劲,我耳朵都被捏中了,真的很痛。 两人预告中的可爱互动也吸引观众讨论。 孟耿如表示,虽然我的吻戏经验不算多,但也不像刚入行那样容易紧张了。 加上我跟李情天已经对过几场戏了,所以看到她紧张的样子反而觉得很有趣。不过她都有注意到吻戏该有的礼节,麻绳似的。 李情天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是因为当时跟耿如还不是很熟就要拍吻戏了,心里难免会想很多。 一来怕如果导演要比较激烈的画面会不会尴尬,二来是惊觉忘记买口香糖,超怕自己会有味道。 两人笑说但拍到最后都放开了,还互相调侃说要取吃大蒜熏死对方,不停地互开玩笑。 李情天也笑说有跟女神亲密接触的好康都是有代价的,原来是她年假后的第一场戏竟是睡公园。 她大笑说尾牙使我才被康永哥说很看好这次的表现,没想到一个假期回来我就要半夜在公园铺了报纸睡,跟我理想中偶像剧的样子差很大。 台势 是东森2018最新戏剧高塔公主,由孟耿如,莫允文,郑音生,王沐宇,田中清晦,周群达,Duncan,李情天领弦主演,敬请期待。